GDP下修至1.56% 力求保一 全年经济成长1.56% 较5月预测了3.28% 减少1.72% 唉 丑媳妇终于出来见公婆了 不是说主记长啦 是指台湾今年GDP啦 日前大家在猜 保三无妄那就保二 结果保二也破功 只能力求保一咯 这1.56%创金融海啸以来 近6年最差数字 不过民众也已经都无感了 那个GDP高低比较没有感觉啦 如果房价能够低一点 对我们这种小家庭比较有帮助 就觉得说好像一直以来 因为景气都是那么糟 就是没有看到 好像都是糟的地方 然后也没有看到非常好的状况 薪水没有涨 可是好像物价一直 就是都在往上爬 那觉得好像只是花费越来越多 日子好像感觉有点越来越难过的样子 实验这个地质教育 再造的二期 连在草的方向 主记总处说 出口转弱是下修经济成长的主因 全球景气护输力道确换 让电子产品库存仍在去化 中国大陆无植供应链自主化开景 以及原油农工原料等价格持续下跌影响 整体而言 今年国内景气可以说是外冷内温 主记长有说 内需会温和成长 可是大家不敢花钱 要如何成长 算了 官方说法 听听就好 共新闻不对 在下修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例如先的地方 以下李子宾封建认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